看一下咯 刚刚有讲到那个 自我调节模式对吧 还有印象 Gary Swartz的这个 就是我们的 因为失去我的心 身跟心经常是分开的 人在心不在的 这个现象很严重 所以呢 是失心 然后呢 这个失心呢 disattention它产生了失联 这个刚刚有提到嘛 然后啊 失去连结之后 我就失去调节能力了 我失去调节能力之后 我当然内在秩序就会乱掉了 那我秩序乱掉的时候 我当然就不会是一个常态 我就是一个失常的 生病的一个状态 就是那个在 我们刚刚有提到 自我调节模式 而当我们刚刚提到 这些连结的方式的时候啊 我们就有机会 让这个前面的英文的 这个dis dis有没有 dis就是那个s的概念 我们就把它 它就有机会 一个一个删掉哦 就慢慢慢慢练习练习 真的就会比较不会 就是这些dis的状态 就是失去的这个状态 就会连结 就是中文是失的状态 就连结 失去掉了 所以它就可能 带来一个新的一个 新的一个状态 就是心在 人在心在这件事情 时时刻刻让自己 人在心在 attention 对 然后attention不是立正 这里是人在心在 然后我跟我自己 产生连结 我跟周围也产生连结 然后呢 当这连结建构起来的时候呢 这调节能力 它也会自动被建构起来 因为调节能力 它是需要有连结 以及回馈系统 那连结 它才会有回馈系统 那我才知道 怎么去调节 那有调节之后 次序 它自然就会产生出来 而当我们有一个 内在次序的时候 那我们才能够处于 一种比较舒适的 一个常态 ease ok 所以就是我心在带来连结 连结带来调节 调节带来秩序 秩序带来舒畅 那这不就是我们想要的吗 那这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原来原来源头在这儿 好 那我就从这边用功 从这边下手 然后从这边来做练习 那就会有帮助了 所以在刚刚讲的 这些连结 我是把这两个 把它放在一起讲 这两个连结的方式啊 其实就是让大家有机会 从比较 从小地方 也从根源的地方着手 所以这边就是 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自我调节模型 ok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哦 这首歌我也是超感动的 听着听着 我都也会掉眼泪 我基本上很爱哭 很多愁善感的 然后呢 那这首歌的歌词 超发人声心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好好的享受这首歌 这右上方的QR Code是 他们的那个官网 官网的那个连结这样 QR Code也是连结啊 很多东西都是连结 好嘞 我要放下去咯 好发人声心的一首歌 我每次听这首歌 都好感动啊 感动都又要掉眼泪了 那还好我刚刚有hold住这样 他真的把身为一个人的 的那种状态跟困境 跟那种期待 跟那种做不到的那个状态 好清晰的呈现出来 我觉得真的是很伟大的一个作品 这样子 那在 在这个作品里头啊 其实我们也真的看到一件很重要的 就是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其实身为人而言 对自己 对他人 对环境不满 是人类的一个常态 有这个认知的时候 我们会更清楚知道如何去对待 所以假设这是一个常态的时候呢 重点就不是我们要让这些不满 不爽消失 而是我们学习如何能够跟这些状态 和平共处 而不是每次都要搞得你死我亡 那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的一个领悟 跟学习 那方向 我很强调就是那个方向 这个也帮助我方向走对 因为在这之前 我所有的努力都在这里 都想要让这些不满消失 不爽消失 那所以我很努力的做各种的改变跟修正 然后 那当然在做改变修正的时候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期待的时候 背后其实都是 当我改变了 那你怎么没变 那所以其实我以为我在改变 其实我的注意力都还是在注意在别人身上 而当我慢慢的知道说 哦原来方向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我学习怎么去跟他和平共处 我学习怎么去保自己 不论在任何环境底下 我都可以保自己照顾好 那一切就改观了 真的一切就改观了 所以我也很鼓励伙伴们就是 现在也许正在看这个影片的 你可以我们一起学习这样子 因为只要方向对 确实整个 整个所吸收跟学习到的 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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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